今天咱们聊一下M城怎么打 首先咱们落点可以选择在这个三层小楼 这边落的人不会太多 可以给我们留出很多时间寻找武器 就算有人落在附近 咱们也可以像前两期所说的那样来到二楼阳台 背对着栏杆跳上去 然后爬上方点 观察敌人的位置 或者条件允许直接打掉敌人 然后我们进城 进城以后我们可以来到这个围栏这里 跳上去 然后爬到这个上面 对着这个木柱子跳上去 然后爬上M城的餐厅 在餐厅上基本上整个M城都尽收眼底 还可以埋伏路上的敌人和开车走的敌人 如果有人发现了我们 我们可以迅速的转移 拉满机跑跳到旁边的这个房顶 这几个房顶都是可以上来的 接下来我们可以到这里埋伏一波 因为经常有人在这里埋伏出城的人 我们可以像前一期讲的那样 如果敌人在楼顶埋伏 并且把守住楼梯口 如果我们冲楼硬钢的话 基本要凉 因为敌人的卡位和角度都比我们要有优势 那么我们怎么打呢 我们来到二楼 打开这个门 跳到二楼阳台上 先爬到门上 再爬上房顶 这样可以打敌人个措手不及 因为很少有人会考虑到这个位置攻上来 可以说是出其不业 上面的视野非常好 埋伏在这里 可以对从核电厂还有小电厂过来想去机场 或者要从这个方向进安全区的敌人 形成有效的打击 再来